哦开了一路终于到美斯勒了 到美斯勒天也还是不行 哎呀没有蓝天白云 然后也是雾茫茫的一片 我们看看远处的山也看不清楚啊 但是美斯勒这里倒还好 也没有看到烧山 但是它离缅甸很近嘛 缅甸那边的雾霾都在飘过来 因为缅甸烧山比泰国更厉害 泰国我们路上还看到很多牌子 禁止烧山啊什么写着 那应该是缅甸那边 它也管不着我觉得 现在这个就是到了 美斯勒的农家乐啊 你看看大红灯笼高高挂 是吧 都是一片大红灯笼 再给你们看看房间啊 啊这个是我的房间啊 看一眼 哎呦洗手间很漂亮啊 还有个浴缸呢 哇一楼是客厅 哦还有外面 风景很好啊 哦阳台上还能坐着抽烟 多爽 哎呦这个房间太好了 哎呦还有那么个楼梯 上二楼 小心啊小心 上二楼 哎这楼梯不对啊 这楼梯踩着会塌吧感觉 哦你看它都晃 我踩中间 我踩中间 哦 哦有点害怕的 啊可以可以可以 镜头里全是他的屁股 你看看 我可以从上面居高临下啊 对着他们俩尿尿 挺好挺好在美斯勒 你看看 啊那么一个农村地方是吧 还能建造这样的一个小房子 哎来咯 就在这个小山坡上 老板的这个酒店啊 哎呀这个角度还看不下去 有好多间呢 都是大玻璃房子 特别的漂亮 很时尚 但是你转过来再一看 这个就是老板的车啊 他的座驾 日常的座驾 也没有豪车 就是这一辆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看老板 老板在哪呢 这个就是本店的老板 躺在这儿呢 每天就是躺在这儿啊 看着自己的酒店 特别的舒服 还看着远处的那个群山 想象不出来吧 这个是什么呀 草天舞吗 这个是那个什么 那个屋顶 就用这个草啊 它就防雨了 以前所有都是用草 不用挖的 就是那种是吗 就那个棚子上那种 咖啡店上面你要做个屋顶 用这个放出来 就这样放起来 一层一层的往上叠 叠很多层 下面就很舒服 确实确实确实下雨也不怕 就怕风风大了要吹走吧 因为好像那个竹子在装潢吗 竹子在装潢 店在哪里啊 就在前面啊 我们去看看 我们去看看 就造的比较古色古香 是吧 二楼 确实这个地啊 什么都是刚盖的 都是水泥的 这么高啊 上来看一下啊 真的哦哇 哦已经已经已经出具规模了 这个是机龙吧 关机的吧 是吧 啊这里 其实是做装饰作用的是吗 不起实际的作用 那往这儿的话 哦 好热啊 啊灯开起来了 哦 还有大平台 这里 啊外面吃饭啊 喝个咖啡啊 都好 都好 哎呀 趁着趁着现在疫情 弄好了以后 疫情过去就可以做生意了 是吧 打开门来 这个可以送 啊 哇好漂亮 这个上面就停车是吗 啊 啊这里停车 啊 看看呀 哎呦 真的是啊 真漂亮 哎 这里你看就能看到酒店的样子了 哎 还是看不到 这辆东太高了 下面的还是看不到 啊 这边就是正门 啊 从那边门进来 从这里下来 啊 从这里过来 然后车就停在刚才那颗平台上 对啊 都是用竹子的呀 那边用竹子 这边用木头 啊 这边是用木头 哇 很大气啊 对啊 这样子 这样子 这里有一个 一个 logo 啊 一个 logo 哦 很大气很大气 哎 就在这个马路边上 多少车子一来就往这里改拐进来就好了啊 这个平台上停一下车 吃饭呀 吃饭呀 漂亮的漂亮的 那老板老板你家在哪里啊 这个上面那间就是我了 哦 白色的那一间吗 哇 这么大 这么大个房子啊 好好好有机会一定去有机会一定去啊放了一个铜像是吗 不是铜像 但是一个一个铜的 铜的什么 以前古时的门的有一个铜哦铜的钉钉啊铜的钉 对 哦 那就很中式 这个地方总的投资要多少钱 很多了啊 这个我估计 几百万泰铢肯定要的啊 不行了 还不够啊 哇 上千万泰铢了可能要 我的天哪 还要超出啊 哈哈 我的天哪 哈哈哈哈 你别看老板比你年轻 我告诉你 哦 这个土地是你自己的是吗 那你说的投资是土地钱还不算 哈哈哈哈 哎呀是厉害是厉害是厉害 啊还有你看那样的 那个以后会说是还要做十多个也可以做房间 这个是中国买的吧 肯定是中国买的啊 在泰国买更贵 中国买了运过来的应该是 好看的好看的好看的 等老板盖好了 我一定要到这来吃一餐 下个月7号就能开啦 好 四月份四月份我儿子就放假了 放假到时候我们再逛过来 就是这样一个小山村啊 硬生生的被这帮农民是吧 他们之前应该都是农民吧 种茶呀 种什么的 还搞成了一个旅游生地 然后现在大家啊都开着咖啡馆啊 开着饭店啊 啊就是等着游客来就可以了 除了我们国内游客呢大部分的肯定还是泰国当地人了 当地游客也是慕名而来 其实这里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山村 大部分的人还是靠种植茶叶 你看我下面这些都是茶叶啊 种植着茶叶作为一个经济作物 然后这边到处都是这样的小茶馆 卖茶叶 我们在泰国这个地方就经常会看见田间地头啊 旁边就会有个小咖啡馆 然后很多的这些应该也叫农民吧 农民种完田 然后就会在咖啡馆里去坐一会儿 就特别会享受生活我觉得 这个要让我想到什么呢 其实泰国这里其实压力轻啊压力小啊 其实我觉得和国内啊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最大的区别可能还是一个房价吧 早上我们也在那儿聊这个事情 说其实中国其实最大压力的东西就是房子 对吗 你说真的也房子也是50万人民币 60万人民币就能买一间 那就没什么压力了呀 你日常生活啊什么开销啊 都足够用 你像我们像大城市 你一个月你赚个三万五万 你如果没有买房啊 你要去把这个房子的事情要搞定啊 还是很难的 对不对 那你说如果赚个三五万 像泰国一样一套房子也就五六十万七八十万 就算他一百万吧 你说有这样的收入 那就可以过上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日子了 是吧 所以这个也是泰国人的一个天性 也造成他们没有压力的一个原因 所以像这个村子 你看就把这个地方去做成一个旅游的圣地 是吧 大家都 农民就开始也都抢受一些生活 就包括刚才你们看到的 我们的那个客房 这就是个农家乐呀 但是这个农家乐造的就是那么的好看 是吧 这个就是一种泰国人我比较欣赏的一种一种地方 我也经常就会在想人这一辈子也就短短的这几十年嘛 对不对 年纪越大越来越多的想这些问题 那活着和生活着就是完全不同的 对吧 村子的路边就是那么一个小咖啡馆 还是蛮有情调的啊 那么一个小咖啡馆 看不出来是在一个小山村里吧 嗯 这个咖啡馆我还挺喜欢的 每次来我都会来坐会儿 你看下面也是在种植着一些大棚的蔬菜 远处也都是整片的东西 也都是茶山 嗯 这就是农民和小资啊 结合在一块 你看看就那么一个田里面 坐个小风车 弄个小咖啡馆 这种就是泰国的一种浪漫主义啊 我觉得真的挺挺好的 在这种浪漫主义践馆 真的就不可以 这种浪漫主义 发生前进去 看一看 这种浪漫主义